嗨,我是姐夫,大家好 今天,姐夫食堂廚房的工具箱 要為大家示範高湯之王 龍蝦高湯 可是,沒有龍蝦 好,那今天要為大家示範 高湯之王蝦高湯 算了,還是龍蝦高湯聽起來比較厲害 那我們現在開始囉 製作基礎龍蝦高湯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乾淨的蝦殼大約600公克 豬骨頭大約600公克 要挑選有帶筋的部位 高湯熬起來才會有膠質 高湯1公升,姐夫用自己熬的雞高湯 烹調用油,姐夫這次用自己煉的黃金雞油 蒜頭大約50公克 切碎 先煮兩鍋熱水 一鍋熬蝦湯用 一鍋用來汆燙豬骨頭 汆燙豬骨頭 大約煮5到8分鐘 汆燙好的豬骨頭 先沖冷水 再洗掉雜質 放入要熬蝦湯的那一鍋熱水 再倒入雞高湯 先讓它慢慢熬 再把浮在上面的雜質撈掉 預熱炒鍋 加入黃金雞油 油的份量可以多一點 在炒蝦殼的時候有助於蝦殼的香味釋放 蝦油也有很多用處 姐夫以後再慢慢分享 加入蒜頭碎下去炒 炒到蒜頭碎成金黃色 像這樣 加入乾淨 並且瀝乾水分的蝦殼 蝦殼要盡量瀝乾水分 炒的時候才不會起大量的油爆 再炒的時候效果也會比較好 蝦殼從來也來 可以平時買蝦子回家剝成蝦仁的時候 蝦殼收好 冷凍存起來 或者是市場有賣現剝蝦仁的攤販 你可以直接向他們要 通常不用錢 只是拿回家之後 要仔細挑選清洗乾淨 蝦殼慢慢炒 炒到水分收乾 香味散出來 現在需要一點時間 我夫大概聊一下龍蝦高湯 所謂的龍蝦高湯 其實是利用甲殼類海鮮 不可食用的殼 例如龍蝦殼 螃蟹殼 炒蝦明蝦殼 經過烤箱烤過 或者是用油炒過 再加上香料蔬菜和高湯 例如雞高湯 魚高湯等等 一起熬製而成的高湯 所以說 不見得一定要用龍蝦殼 才能熬製龍蝦高湯 這類的高湯 有著甲殼類海鮮特殊的香味 普遍使用於各國的料理之中 蝦高湯熬得好不好 也是美味的關鍵喔 比較知名的料理有 法式龍蝦湯 西班牙海鮮飯 義大利海鮮燉飯 義大利麵 還有福建蝦麵 甚至於台南淡仔麵的湯頭 也有使用蝦殼熬製喔 且夫喜歡用一般的蝦殼來熬蝦高湯 原因除了一般的蝦殼取得最方便之外 根據姊夫的經驗 一般的蝦殼比較薄也比較小 在炒的時候操作起來比較容易 香味也比較容易釋放 龍蝦殼和螃蟹殼就不一樣囉 首先龍蝦殼不是隨時都會有 龍蝦頭和螃蟹殼在製作之前 必須先敲碎 在炒的時候要比較費心照顧 除非剛好手邊有龍蝦殼和螃蟹殼 姐夫在熬龍蝦高湯的時候 不會刻意的去找龍蝦殼 或者是螃蟹殼 另外一點很重要 不管是龍蝦肉 明蝦炒蝦肉 還是螃蟹肉 對於龍蝦高湯的風味提升 並沒有明顯的幫助 好東西還是留給自己 和最親愛的家人和朋友享用吧 熬湯還是殼最好用 在炒蝦殼的時候 可以試情況再加一點油 這會有助於蝦殼的香味釋放喔 蝦殼的水分收乾之後 把炒好的蝦殼 加入豬骨頭的內鍋高湯之中 舀一些湯 倒入炒蝦殼的炒鍋裡 大約再煮五分鐘 把剛才收乾蝦殼的時候 黏在炒鍋上面的精華 再融回湯中 這個步驟是西餐的精髓 也是美味的關鍵 要學起來喔 再把蝦湯 倒入大湯鍋 然後關小火 保持沸騰 大約再熬一個小時 WOW 現在整間房子 都充滿了蝦殼的香味 時間差不多囉 先把豬骨頭撈起來 放到另外一個乾淨的湯鍋 把蝦湯過濾 蝦湯倒入鍋子裡面 與豬骨頭再熬一個小時 剛才撈起來的蝦殼 再加入大約一到兩公升的清水 再煮三十分鐘 把蝦殼的香味 徹徹底底的萃取出來 第二次熬煮的蝦湯 再過濾 倒入有豬骨頭的那一鍋蝦湯 再繼續熬煮 熬煮蝦湯 沿著上以兩到三個小時左右為主 熬煮太久 對蝦湯沒有幫助 反而蝦湯的香味 會因為煮太久而散去 這是姐夫經驗的分享 你看 豬骨頭的筋和軟骨 軟軟的 膠質 都融到蝦湯裡了 這是姐夫的福利喔 過濾後的蝦湯 讓它靜置一下 方便撈起蝦油 把蝦油撈起來 姐夫用高硬的杯子裝 再靜置一下 方便再萃取乾淨的純蝦油 這是經過冰箱冷藏過後的龍蝦高湯 焦質的來源 是姐夫自己熬的雞高湯 和帶筋的豬骨頭 姐夫看到充滿焦質的高湯 就會很開心 你們也會這樣嗎 接下來 姐夫會分享用龍蝦高湯 和蝦油在料理上面的運用 想知道嗎 要持續追蹤姐夫的頻道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姐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姐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姐夫 要記得訂閱姐夫的頻道 還有幫姐夫按讚和分享喔 姐夫再一次感謝你們的支持 還有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姐夫的更新喔 姐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